他的本质就是这样 羌佛到美国二十年了 一直义务服务大众 虽有专人在另一处工作室 为他做餐 但每回厨师们问羌佛 想吃什么菜 点一点吧 羌佛总说 你们安排什么 吃什么 少而简单就好 二十年来 羌佛没有点过一次菜 要知道 那是他自己的厨房厨师啊 竟然几十年不贪一喜之时 羌佛的内涵本质 非常人所能测度 羌佛的佛陀真相 从不显露于世人 当邪恶之师诽谤否定 他不是佛陀时 他毫不在意 从不拿圣量来证明自己是佛陀 去年 有邪灵之人 伤害大量佛弟子会命的魔力降临了 羌佛为了救度众生 无奈之下 在众人提问的当场 展现了佛陀佛陀真容 两枚尖炖出白蚝 在场有人看到一根白蚝 有人看到一大撮白蚝 有人看到螺旋状白蚝 盘如珍珠 有人看到是 陈放射状 白蚝 白蚝放出白光 同时个人所见不同 有一个白人高官说 他没有看到白蚝 但是看到一分钟内 羌佛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羌佛展现佛陀像时 整个脸变成亮丽的红珊瑚色 而两边脸部 放出强光如太阳 照得人眼睛睁不开 见平尺像等佛陀具备的 三十二大丈夫像 原来佛陀果真是古佛如来 难怪五名高峰无双 经教论学贯通无缺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无贪无称 毫无执念 大智无量 大悲无尽 原来是佛陀本职之 使然有识 自从被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 认证为第三世多结羌佛后 羌佛更是盲于法物 他现在已经不再画画 他一直以来 都是义务为大众服务 传法说法 每天平均八到十二小时 是常试 常常接待佛弟子 到深夜两三点 这么长期的辛劳 义务服务 却从来不收任何供养 如此万我无私 处处把利益他人 放在第一位 只利益他人 从来不关心自己 这世界 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世上 有才的人 不一定有德 且所惧之才 颇为单向 有德的人 不一定有才 且所有之德 多为平凡之境 但羌佛 不仅德才圆满无缺 高峰入顶 更为世人所敬仰清净的事 羌佛慈悲度生 乃至对那些害他的人 蒙放他的人 他也全无称恨 还随时为他们祈祷 祝他们幸福 例如 羌佛早年曾被人蒙害 以致被国际刑警专案调查 经过三年 铸铁班的锤炼 真经不怕火烧 国际刑警组织 通过七十二届大会 撤了案 且发文给各成员国 不可滞留第三世多劫枪佛 中国也打报告说 第三世多劫枪佛 没有任何罪 请求国际刑警组织撤案 国际刑警组织 还特地为此 发了一份文件 给第三世多劫枪佛 对于收到的这份 可以洗心他被泼脏水的 撤案文件 他却不同意 把文件发到网上 问到为何 枪佛说 清白了我 那害我的人 就不清白了 对害他的人 不但不称恨 宁可自己受世人误解 也不愿谤害他的人 受到痛苦或常恶果 这是何等无私 何等慈悲 何等伟大的佛品 HH第三世多劫枪佛 就是这样 用他的佛德 来献身欲化大众 感化他人 做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的好人 修行人 利益大众的人 这才是至高的无为佛德 佛格 佛格乃佛智佛亮 佛德融会原成之佛觉 羌佛的智慧 今世五明 成果累累 登巅峰而造极 事所共建 羌佛的圣量 显报身相 说如来法 请弥陀献 让甘露灵 度无量生 羌佛之佛德 大悲慈忍 无贪 无称 无职 全无私 敬立他 其纯净高节 日月之明镜 所不能及 面对羌佛 这样的佛陀本质 身为凡夫的我们 还说什么呢 我唯一能说的 就是请大家 稍微回思几个问题 面对巨额黄金 土地 财产供养 不贪 不沾 谁做得到 国际刑警组织 发给他的文件 足以洗清 他被构陷的嫌疑 他却把文件 放在保险柜中 动都不动 这谁 做得到 发愿终生 不收供养 而从早到晚 甚至忙到凌晨 两三点 为众说法 为大众服务 不收分文 谁做得到 事实上 大概只有 释迦牟尼佛 十方诸佛 与南摩第三世 多结枪佛 做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